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天天收住一颗心 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 天天想你 天天问自己 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 天天想你 天天收住一颗心 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 天天想你 天天收住一颗心 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 谢谢 这个证明我们是真唱的 是 没有办法跟张宇森的高音 匹配 所以我们只能唱一个大家 大众版的天天想你 要不然你们就可能要天天想我 是 是 没错 是是是是 怎么第一首歌就放这么困难的歌曲呢 我觉得还好吧 因为像我的未来不是梦 也是非常的高亢 对 他的每首歌都不太容易 他也就是因为这首歌 让大家认识了他以后 才会有后续的所谓的 一年串 对不对 像我们现在听到天天想你 他在1988年的时候 11月1号发行的时候 卖了35万张 多少张 35万张 我也是其中一个赞助者 对 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 其实我那时候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 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时候 其实我也一直跟大家一样 这个声音是谁 每个人都在想 他到底是谁 那我记得隔没多久 他就出现了 就是天天想你 那我也真的就赶快 跑去雅琪亚 买了天天想你 对 雅琪亚 对对以前都是 買唱片都是在夜市买的啊 是喔 夜市就是唱片行 对 我以前在Seven买过卡带 有有 Seven也有在卖 有人在Seven买过卡带吗 你看 每个人都怕透露年纪 所以都说没有 你们慢慢玩吧 我先走了 对 所以 这首歌 也让大家 真正就是认识到 那我觉得 在1988年 那一年我也认为 就是一个 新的一年 是 因为有了张雨昕的声音 就是 这个声音 其实在当时候 华语界 根本就是很难被 被打倒的 你知道吗 对 但是我对张雨昕的印象 第一印象是 我就是看了七屁狼的电影 那个是在后面的 那其实 当时候 这张专辑一出现的时候 听天想你非常的棒 那其实 里面还有一首歌 哪一首 也被很多的一些 国家单位拿去使用 尤其是空军 有没有 我要和天一样高 有没有 也是那个飙高音 飙到 我每次唱那首歌 我都要自己捏自己的大腿 有没有 还是上不去 不过我也不行 如果真的唱上去了 我就可能真的跟天一样高 对 他们就会天天想我 所以那一首歌 在当时候我记得 好像国军招募嘛 空军在招募 那个要开飞机 就看那个 带着那个 有有有有 藍天白云 对啊 那边开着战斗机飞来飞去 哇想像自己很厉害 没有 现场有这个当年 因为这个 广告然后跑去当空军的 有没有 差一点 差一点 不错啦 所以在当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这首歌 只要是张雨昕去上节目 有没有 其实很多主持人 都会想要找他 就是PK 尤其那时候 我记得 我小时候看过 他跟林志炫PK过 对就是看 因为那时候 林志炫的声音也是 也是很高的嘛 所以他们就很想说 到底谁比较厉害 到底谁上天啊 对 林志炫后来 就是会用到假音了 那张雨昕 基本上还是用真音 直接就超越过他 所以在当时候 就有人说 在台湾 没有人的高音 是可以超越过张雨昕 真的喔 是 那到后来 也因为这张专辑以后 就 我记得可没多久 就突然 来了一个更恐怖的 什么七匹狼小宝 就出现了 没有 哇 你那时候我长大了 所以有开始看电影 就骑着那个脚踏车 没有 牵着一只 一只小狗 哇 就是那种学生戴个大 就是那种大框眼镜 就是戴个那个潜水镜 有没有 对 那一个黑框啊 在那边 就是 后来他他在唱这个 永远不回头嘛 嗯 对 他也是负责那个 最高亢的那个 所以那时候 今天不会放 永远不回头给我唱吧 没有 我记得 没有 你自己在挖坑给自己 你们不要这样子玩 不要这样子玩 不然我们回去要再重录了 好不好 这个叫的都破音了 这个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好像 小时候就是 比如说会去唱KTV 每个人都在说 你负责王杰 哦 我是王杰 你是那个台正宵 有没有 就是没有人想要选 那个张雨昕 结果就有一个 我们班有一个女生 就出来 那我当张雨昕 因为女生唱高音 本来就比较容易 是这样 可是他还是怕虾 对 所以你就会知道 张雨昕其实 他的歌声 其实非常的高亢 那后来也因为这样子 其实就是 我要和天一样高 这首歌 造成了一件事情 他在隔年就要当兵了 你知道吗 所以 就每个国军单位 都在抢着 要他 来当 这个兵总 这样子哦 对 所以赶快让大家来听一下 不然等一下自助人 就让你上天 好 好不好 所以今天节目第二段 我们就带大家来回味一下 张雨昕这首跟天一样高的音乐 来吧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我要和天一样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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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